不是 是叭叭叭叭叭叭 哈啰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炒木兰哦 你听过炒木兰吗 炒木兰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是像大自然的花草树木 要颜色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有蛮多都跟炒木兰有关 比方你喜欢吃茶叶蛋吗 是的 茶叶蛋也是一种炒木兰 它就是把茶叶的颜色染到蛋上面 然后你喜欢吃昏桂吗 昏桂黄色 那黄色的昏桂 它其实就是从黄枝子要颜色 再来就是在喜庆的时候 也有红蛋 那红蛋的话 它就是像树木要颜色 再来有的人可能会染在布料上面 所以有时候染染 它就是跟懒草要颜色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活动 叫做懒蛋 那懒蛋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像树木要颜色 那现在就让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哦 哇 哇 有彩蛋耶 那我们今天要染蛋 所需要的材料由 酥木 这个就是到中药行就可以买到 那你就跟老板说 就是一般你要染红蛋的材料 他就会告诉你 是这个东西了 再来就是叶子 那你要记得采集的植物 要是可食的哦 你不要去采到那种不可食用的植物了 那我今天采用的植物是艾草 再来就是主角蛋 那蛋要用白色的蛋 你不要去买土鸡蛋哦 因为土鸡蛋的话 就看不出我们今天染色植物的纹理了 再来是湿袜 还有棉线 然后还有一锅水 好 第一步骤 我们把酥木 先泡到水里面 就可以先放在旁边备用 好 第二步 就是 把洗净的叶子沾湿 然后放在蛋上面 这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设计 你所想要的纹路是怎样 好 那你的叶片 可以是正面朝上 你也可以是 正面朝下 都可以 然后你可以其中 在某一区 也可以包覆整颗蛋 这里就是 自由发挥 那我就选择两片叶子 一阵一反 好 第三步骤 把弄好的蛋 你记得 有叶子那些 朝下 然后把丝袜 包紧 然后记得要抓紧 然后记得要抓紧 这时候你也可以再调一下 你刚刚叶子的位置 如果你觉得它跑掉的话 嘿 好 然后再来就这样子 转圈圈 转紧 你要包紧 这样子你等一下煮出来之后 你的纹路才会清楚 好 然后就用一条麻绳 绵绵 把它绑起来 记得 要抓紧没有错 可是 也不要紧到竟然把蛋弄破了 我们不是要做蛋花糖 好 然后就用棉绳 把它绑紧 这样就完成了 好 最后一步 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蛋 放到 染料里面 嘿 然后你要记得 水要淹过蛋哦 所以 再加一点点水 嘿 水要淹过蛋 好 然后开火 好 我们就是从人水开始煮 好 滚了以后 我们转小火 再煮五分钟 那因为转小火 让它再煮五分钟的目的就是 避免它在大火的时候 蛋又碰撞 那这样就会产生裂痕 好 那我们就等候五分钟 好 泡水放凉之后 或者是直接圆锅放冷 我们就可以来拆蛋咯 好 那我们要来拆蛋咯 先解开麻绳 你看 然后把叶子 取下 那有的可能会有黄黄的 那其实就是叶子的颜色 好 好 那我们就陆续拆蛋 那这个没有绑很紧 所以你就看到它有一些蕴蓝的感觉 跟刚刚那个就是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就是你绑的越紧 那它的纹路就特别清楚 那如果你不喜欢绑那么紧 你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觉得你在采集的那个植物方面 其实你们可以用一些香草 像迷迭香啦 薄荷啦 广阔香啦 或者是越南香菜九层塔 那这样子在烹煮或拆解的过程中 你都可以闻到不一样的香气 那可能有的 可能有人有发现说 诶 有些纹路好像不是艾草的纹路 是的 就是我有利用空档 又再绑了几颗彩蛋下去揽 然后那个用的就是 越南香菜 所以就是长条状 然后还有薄荷 那反正你记得你植物就是可食用的 就没问题 好 OK 那你有没有发现色彩不一 然后纹路也都各有美感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哇 有彩蛋耶 你是不是也觉得彩蛋很简单呢 快点动手吧 我相信我做得出来 你一定也可以哦 让我们大家一起玩彩蛋吧 拜拜 哇 有彩蛋耶 哇 我要吃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彩蛋 可以吃吗 可以 为什么你知道可以吃 因为 因为你有做过第一次啊 好 它其实就是把鸡蛋穿上漂亮的衣服 对不对 嗯 那上面是什么东西 艾草 艾草 不是 是巴拉巴巴拉巴拉 你又在乱说话咯 你又在乱说话咯 好来 那我们就开始来 吃彩蛋咯 那自己拨吗 还是我来拨 不用 我要可以 好自己挑一颗 一人只有一颗哦 弟弟 好来这里这里 来妈妈帮你拨 不知道是不是看了 我就转走 对啊好 那你在这里不要跑啊 我帮你拨哦 我要这一颗 好来第一步 摳摳摳摳 我知道 摳摳摳 好 那自己拨 对啊当然是自己拨啊 拨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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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你猜里面又是什么颜色 白色 对 它会遮什么 就是纹路啊 有的可能会有纹路跑进去 可能就是在煮的时候 它淡淡碰撞 然后就会出现一些裂痕 就类似以前妈妈有听过 那是在哪里碰的 你在水里面滚水的时候碰的 你记得你小时候有吃过妈妈煮的茶叶蛋吗 忘记了 好那你有空你可以看一看 你那时候就一直打 打 打 因为你那时候还不会说再一颗再一颗再一颗 好来 哥哥示范吃 哥哥示范怎么正确吃蛋 第一步 啊 OK 掰掰 一起去做彩蛋吧 掰掰